下一位是田北俊議員 主席 我看了這個動議的內容 我也是就動議的內容去發言 陳偉業議員認為你是因為數碼通的非執董 新隆基地產就持有數碼通66%的股權 新隆基是其中之一個發展商在股東那邊有地皮 就是這樣的說法 所以你就不應該做主席 純粹從這個角度說 我也有做很多投資 如果你說是否因為你做中銀 這裡沒有這麼說 沒有提到你中銀的職位 但是議員有這麼發言 你中銀借錢給任何一個地產商 這樣就在香港 很多公司都有這個情況 而且我的理解 這些利益是你個人直接的利益 如果我自己有利益 譬如我有塊地在那裡 這樣就應該被質疑 我有塊地在那裡 我自己就應不應該 但如果我買了匯豐銀行的股票 匯豐銀行借錢給四大地產商 四大地產商有地在那裡 是不是所有拿匯豐銀行股票的人士 包括很多泛民議員都可能會有 全部不可以在那裡開會 是不是去到那麼遠 如果不是的話 直接的說法就是 你有沒有地在那裡 如果主席你是沒有地在那裡 我沒有地在那裡 我就不覺得我們在那裡 是屬於直接的利益衝突 間接就可以間接很遠了 如果我拿了很多新鴻基的股票 怎樣 我不知道 我還沒檢查 可能我有新鴻基股票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新鴻基股票 你們是不是個個都沒有 有有多少 才不可以參與這個討論 還有不僅止新鴻基 四大地產商全部有地在那裡 各個銀行和四大地產商有關係 所以牽連到那麼遠 我就覺得社會上 所接受我們議員的所謂利益衝突 就不是衝突到那個層面 純粹你自己有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個動議的內容 主席 你可以繼續主持會議 兼且主席你也提過了 主席其實已經吃虧了 他不能投票 又不能說話 我就不覺得在這件事情 處理一會兒的辯論 他除了主持的會議 他扮演到什麼角色 是幫助新鴻基因為數碼港 或者任何地產發展的項目 所以我是這樣的看法 多謝主席 好幾位